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87天 7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 乌安全局和其他乌军部队合作 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波列瓦亚的一个油库 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引起猛烈爆炸和火灾 乌总参谋部报告称 波列瓦亚油库由11个油罐组成 总容计为7000立方米 向俄军方供应成品油 乌总参谋部同时表示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大型变电站 也遭到袭击并引发爆炸 目前具体破坏情况不详 库尔斯克州州长斯密尔诺夫称 无无人机袭击了油库 导致三个油箱起火 俄国防部称 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州上空 击落了三架乌莱喜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昨天对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第九处在距离乌克兰边境 近1800公里外的精准打击 表示赞赏 虽然他没具体说明此次行动 但应当是指27日 对俄罗斯奥利尼亚空军基地的袭击 据悉 赫尔的行动针对的是 几座俄罗斯军用机场 包括恩格斯 杰加廖沃和奥利尼耶 这些机场驻扎着经常使用 巡航导弹袭击乌克兰的战略轰炸机 其中奥利尼耶空军基地的一架 图波列夫图22M3 Backfire C轰炸机被击中 7月28日 乌克兰军队使用ATAMS导弹 袭击了位于卢干斯克地区的一个 俄军训练中心 造成俄军至少9人当场死亡 71人受伤 美国政府仍未批准 乌军使用原乌陆军战术导弹 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只能用来打击1991年 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俄军目标 美方也未向乌军提供 可用来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的单弹头导弹 仅提供极数弹头 主要用来打击俄军人员集中地和轻装甲目标 不久前 西方阵营解除了乌方用原乌火箭炮 火炮和防空导弹系统 打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的限制 英国有意解除 原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打击俄境内军事目标的限制 但并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回到乌克兰前线 过去24小时 双方接触线上的战斗依旧 莱曼周边地区 巴赫木特西北的克拉玛托尔斯克方向 以及阿富迪夫卡西北的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是交战最激烈地区 查索夫亚尔前线 有消息称 俄军昨日越过了运河 占领了Muraya Perilskyer街的第一批房屋 和Novi区广播电台周围的阵地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可视的证据 如果此事为真 这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进展 意味着进攻数月不惜血本的进攻 他们终于突破了运河防线 在西岸建立了桥头堡 托列茨克前线 乌军在皮肤尼奇内村小有斩获 解放了0.04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今天的托列茨克 尽管俄军距离这个枢纽城市 还有20公里 但城市已经满目创意了 波克罗夫斯克前线 乌克兰军方证实了沃切村的失守 俄罗斯人很可能是从 普罗赫拉斯西南部发动进攻 最终进入看沃切 此外 俄罗斯军队还可能进入了维赛勒 村并占领了大约60%的房屋 俄军从数线向南的推进 为其在定居点东部越过池塘提供了便利 个人推测乌军可能会在 未来几天内撤出这里 哈尔科夫前线 在过去四天里 乌克兰军队成功收复了 该镇东北部的斯特佩瓦街 以及索波尔纳街以西 毗邻中央市场的部分区域 泽连斯基在7月28日晚 每天例行事项讲话中 承认顿涅茨克方向交战激烈 乌军遭到非常大的挑战和困难 但他相信英勇的战士们 能实现预定的作战目标 以最小代价给予敌人最大杀伤 并守住当前防线 他特别表扬并感谢了 正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作战的 第25独立空旅 以及正在拖列茨克方向作战的 第95独立空途旅 这两个旅最近重创了 进犯他们防区的俄军 俄乌战争爆发第887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 24小时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310名 累计俄军57.60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12辆坦克 8辆装甲车 74门火炮 两个火箭发射装置 62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9个特种设备 击落39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一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 约13.9万人 其中 死亡与重伤人数为 1比1.5 另有约2.1万名 乌克兰平民遇难 乌国防部 7月28日 公布一个统计数据 75%的乌军伤兵治愈后 选择返回部队继续服役 这在世界各国战争史上 属于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这个统计数据显示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在德国 美国 日本等盟友 尤其是德国军队医院帮助下 乌军伤员得到了很好救治 且康复比例极高 二是绝大多数乌军愿意报效国家 没有选择退役 而是重返战场 证明乌军士气高昂 这尤其令人感动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乌海军发言人 7月28日透露 许多盟友正在帮助乌克兰重建海军 主要合作伙伴 包括英国 美国 荷兰 挪威和土耳其 除上述内容外 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 向乌克兰提供了各种培训 对乌克兰海军帮助最大的 还是英国和美国 正是这两个国家的大力帮助 使得乌克兰弱小的海军 将不可一世的俄黑海舰队完全打残 将他们完全驱逐出克里米亚半岛 并彻底解除了俄罗斯对乌克兰黑海航运的封锁 这在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体现了信息化时代的高科技战争 对传统海军的降维打击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损兵折将之际 在远离乌克兰战场的非洲 一支俄军遭到当地武装人员伏击 遭受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 7月27日 马里的一个反叛联盟 在马里、阿尔及利亚边境 打死打伤了数十名俄军顾问 和瓦格纳集团雇佣军 这个名为和平 安全与发展永久战略框架组织声称 他击溃了马里军队和俄雇佣军的整个一支纵队 发布在国际社交媒体的影片显示 许多俄军顾问和瓦格纳武装人员被杀 包括一名知名俄军士博主尼基塔 费迪亚宁的尸体 此人经常报道俄乌战争动态 并批评俄国防部无能 费亚宁的亲友证实了他的死讯 瓦格纳兵变失败 随之高层集体坠机身亡后 俄罗斯境内外的瓦格纳集团武装 已经由俄罗斯国防部接管 瓦格纳在非洲的兵力目前大约有6000人左右 这些兵力主要分布在苏丹 中非 尼日尔 马里和利比亚等国家 这次袭击导致俄军顾问和瓦格纳武装人员33人死亡 18人受伤 数人被俘 俄国防部非洲顾问军团迅速向袭击者支付赎金 换取了被赴人员释放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在当地时间7月28日的海军节约兵事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 称美国和德国两国政府 关于计划从2026年起 在德国部署美国远程高精度导弹武器的声明 让人想起冷战时期 美国在欧洲部署攀星中程导弹的事件 这些导弹将俄罗斯重要的国家和军事管理设施 行政 工业中心 以及国防基础设施 都纳入了其射程范围之内 未来可能配备核战斗部的这些导弹 能够在发射后大约10分钟内击中目标 普京强调 如果美国实施这些计划 我们将认为 不再受先前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短程打击武器的制约 包括提高我国海军暗防部队的能力 我们将采取对应措施来部署此类系统 同时考虑到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行动 普京透露 俄罗斯开发相关武器系统的工作 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美国和德国两国政府打算从2026年起 美国在德国境内部署一系列陆基中程导弹 包括ASM-6防空导弹 陆基战斧 巡航导弹 和开发中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些导弹具备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除了美国要恢复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外 欧洲也准备研发射程更远的对地攻击导弹 目前欧洲拥有的各类对地攻击导弹 射程最远也不过500公里 在乌克兰的实战证明 这样的射程根本难以满足实战需要 尤其是在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时候 多个欧洲国家正在计划联合研发射程更远的对地攻击导弹 这些新导弹的射程不再是几百公里 而是几千公里 据《泰晤士报》报道 英国和德国两国政府正考虑合作研发射程 3200公里的新型导弹 用以取代英国海军目前装备的美支战斧巡航导弹 新型导弹将被用来应对普京的核武威胁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和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瑞斯 已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承诺在远程能力领域开展长期全面的合作 以提供深度精确打击的潜力 不过 这种新型导弹的技术细节仍在制定中 仅透露其预期作用是摧毁敌方战术核运载系统的常规火力 英国国防部发言人告诉泰晤士报 深化的英德防务关系目前处于早期阶段 任何新项目的工作尚未开始 迄今为止 德国政府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英国 法国和意大利倒是向乌克兰提供了风暴阴影斜杠斯卡普 一致空射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被大量用来攻击克里米亚等乌克兰 被占领土上的俄罗斯军事目标 但实战表明风暴阴影斜杠斯卡普 一致空射巡航导弹存在某些缺陷 诸如其没有配备美国ATAMS战术弹道导弹 那样的极数战斗部 在打击机场等类似目标的时候 效果很不好 无法大量摧毁停放在机场的俄罗斯战机 普京总统在俄罗斯海军节的讲话 警告如果美国和德国继续一意孤行 2026年在德国境内部署美国陆基中程导弹的话 俄罗斯将不再遵守暂停部署中短程打击武器的单方面承诺 并透露俄罗斯相关武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尾声 而在普京发表讲话之前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宣称 只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美国就不会在德国境内部署这些陆基中程导弹 事实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警告 很可能并不会对西方产生什么影响 换句话说 就像德国总理舒尔茨说的那样 除非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否则在德国境内部署美国陆基中程导弹的计划 不会受到影响 西方早就知道俄罗斯陆基中程导弹的实力 诸如部署在其飞地加里宁格勒的 伊斯坎德尔·K陆基巡航导弹 这款导弹并不像俄罗斯宣称的那样 射程不到500公里 而是至少有1000公里 美国此前监测到了伊斯坎德尔·K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 发现其射程超过了美苏中导条约的限制 随即要求根据条约核查俄军装备的 所有该型号导弹遭俄罗斯拒绝 俄罗斯仅愿意提供样弹 在沟通无果后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退出中导条约 其后俄罗斯政府也退出了该条约 至于俄罗斯正在研发的武器系统 有可能是陆基高超音速武器 不过在乌克兰的实战表明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 并不像之前宣传的那么有效 尽管其中段飞行速度很快 但为了瞄准目标会进行末端减速 战斗部重量也不大 西方分析人士认为 高时的综合性能跟日制超音速反舰导弹差不多 威胁极为有限 而且可以拦截爱国者就能做到 一些俄罗斯支持者不承认 爱国者防空系统击落了高时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乌克兰宣布拦截了高时后 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没有向基辅发射告时 匕首和伊斯坎德尔这类导弹了 基辅有爱国者防空系统保护 就目前的情况看 美国重新在德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已经很难避免 未来美国甚至会在多国家 诸如波兰部署此类导弹 更不排除在与俄罗斯接壤的 波罗的海国家等北约成员国 部署这些导弹的可能性 唯一的影响因素就是 美国极其盟友担心这么做 会过度刺激俄罗斯 至于俄罗斯的反制 顶多也不过就是升级 进一步威胁欧洲 但就算美国不在欧洲盟国 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俄罗斯就没有威胁欧洲了吗 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伊斯坎德尔 可以将除西班牙南部之外的 几乎整个欧洲都纳入了射程范围 而且这种导弹同样可以携带和战斗部 只不过其突防能力 并不像战前宣传的那么强霸了 俄乌全面战争 戳穿了诸多俄罗斯政国神器的真面目 连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都突破不了 更别说那些更先进的高端防空系统了 威胁必须以真正的实力做后盾 而且不能整天把任何武器挂嘴上 否则的话不仅真实实力容易暴露出来 还会降低威慑效能 沉默才是最具备威慑力的做法 整天喊着要同归于尽 只会让人看低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